世界貿易組織在8日指出 新冠疫情可能導致今年全球貿易劇降13%至32% 從行業來說 電子和汽車製造業的貿易的縮水量將會更為嚴重 亞澤維多表示 從樂觀面來看 經濟學家認為 今年全球商品貿易量將會比去年下降13% 亞澤維多還說 如果疫情相對快速獲得控制 加上因應措施正確到位 全球貿易和生產 最快在2021年 會反彈到接近疫情之前的水平 但他也警告說 如果疫情失控 各國政府沒有通力合作 未能有效執行因應的策略 全球貿易和生產將會削減32%甚至更多 社貿易組織還說 北美洲和亞洲可能受創最為嚴重 出口可能分別劇減40%和36% 歐洲和拉美洲可能下降超過30%